吴家良在访双西四里农村 推动生态旅游与基础建设 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霹雳州巴硕伯达马州议员吴家良 近日带领团队前往安顺双西四里农村 与当地果园园主 学校、庙宇及居民代表们见面交流 倾听他们的需求和建议 这一行不仅展示了团结政府 对双西四里发展的关注 也表明了吴家良对推动当地生态旅游 及基础设施改善的承诺 双西四里农村在今年获得了 安顺国州议员及团结政府的 近100万令吉拨款 涵盖了学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 宗教场所维护以及治水工程等多个方面 为村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显著改善 吴家良指出 这些拨款的落实是团结政府 对双西四里村民的关怀 旨在确保该地区的各项建设和发展 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造福当地居民 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会前往双西四里 走访过园、学校和宗教场所 与村民们见面交流 这不仅是为了倾听他们的心声 更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资源投入能切实符合村民的需求 吴家良说 他表示 双西四里近年来虽然人口不多 但其独特的农村风貌 丰富的自然资源 以及随着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的日益兴起 已逐渐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 成为一个充满潜力的发展点 吴家良强调 双西四里农村的自然资源与传统生活方式 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独特优势 该地不仅适合打造一个农业和生态旅游的目的地 同时也为外地游客提供了到安顺时一个理想的放松去处 他指出 生态旅游不仅能吸引游客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还能增加村民的收入 为社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在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的推动下 双西四里的果园 农田和村落独特的自然景观 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 吴家良相信 双西四里可以通过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把握生态旅游的发展趋势 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 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他特别提到 团结政府将继续支持双西四里的旅游资源开发 鼓励村民和政府合作 共同打造双西四里成为安顺的又一个旅游亮点 此外 吴家良也指出 政府已经启动了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项目 包括道路建设 治水工程以及学校设施升级 以提升双西四里的基础条件 他认为 这些建设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还进一步增强了双西四里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在学校方面 吴家良表示 教育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双西四里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正不断推进 为当地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他指出 教育资源的提升将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 同时也为未来的农村发展奠定了基础 吴家良最后表示 双西四里的发展离不开村民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唯有通过互相配合才能真正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 我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并进 双西四里一定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这里不仅将成为村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 更能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农村风貌 他鼓励外地游客有时间到双西四里走走看看 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方式 吴家良承诺未来他将继续关注双西四里 及周边地区的发展需求 尽力为村民提供更多支持 确保政府的各项措施能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位 他也希望团结政府在当地的支持 能够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 提升双西四里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力 在结束交流时 吴家良感谢双西四里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并表示团结政府将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 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不懈的支持 此次行程不仅展示了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关注 更体现了团结政府致力于为每个社区带来真正改变的决心 再次行程不仅展示了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关注